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各位十方善性大德 贤士同修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 我是维新圣教宗物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袁新 维新圣教学院经过中华民国教育部的立案之后 成立了应用易经研究所 我们除了在校园内持续的发展学术研究 也希望借由这个节目 让十方的善性有缘 有机会能够了解维新圣教学院的课程内容 以及研究生们的学修生活 今天我们由第一届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吴亦婷研究生 吴亦婷师姐 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心得 亦婷 阿弥陀佛 你好 阿弥陀佛 主任好 还有电视机前的善性大德贤士同修 大家好 我是基隆道场第二次届的同修 阿弥陀佛 是 亦婷在基隆道场是跟哪一位法师在学习呢 我基隆道场是跟那个元堂法师学习 是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进到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庙法 应该说七年前 然后那时候有某一天晚上 我就还没有进中门之前 然后有一天晚上 然后就肚子开始剧烈的疼痛 等于是脚痛的那种感觉 然后痛到连药都直不起来 然后家人就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 然后检查 然后等于是打止痛针 然后止痛针退了之后 还是依然很疼痛 然后等于是家人赶紧就把我送到比较 就是基隆最大的医院 然后去做检查 然后医生检查的结果说 必须马上动刀 所以隔天早上我就被推进手术室了 然后那时候 等于是过后之后 就是一连串的等于是追踪检查 然后等于是过了那个期间 等于是算都OK了 然后再隔年等于是公司 有帮那个员工做一些身体检查 然后就会有所谓的健检中心 到公司 就是做一个检验 然后在检验完的一两周 然后就接到了电话 那个健诊中心的电话 他说五小姐 我们看你那个数据 就是那个癌指数 有一些数据这样子 然后说建议你到大医院 再做检查这样子 然后当下就开始慌了 然后心里就是吓到了 然后就马上打电话给先生 然后打电话给姐姐 然后姐姐就说 哎呀你先不用担心 我明天带你去沾挂 因为那时候姐姐已经在中门了 然后就带我去沾挂 然后隔天呢 就带了一些水果 然后去拜老祖 然后那个师姐就帮我沾挂 因为那时候他们法师不在 然后就是到场的师姐 帮我沾挂 然后沾的结果 我感觉应该之前没有学嘛 然后我感觉是不太OK 然后当场就是 眼泪就是啪啦啪啦地掉下来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然后那个师姐说 哎你先不用担心 你就诚心跟老祖祷告 然后你回去就安个原神灯 然后送金 然后回去之后我就照做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都还是OK 对然后因为那至于怎么加入中门呢 是因为姐姐那时候在中门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跟我说 哎你要不要学艺经 然后我觉得好啊 然后因为 然后我那时候 然后姐姐就说 哎那其实你们在基隆道场 究竟就有那个道场 你可以去那边学 然后我就在当年11月 我就报名了那个初级班 那我觉得很神奇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唯心圣教 然后谁是混元禅师 谁是元堂法师 甚至连意境是什么 我都完全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我就这样子就加入了中门 所以等于是说 我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之下 加入中门 然后我也很庆幸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都很庆幸 可以进入这个中门 学唯心圣教的妙法 对 是 所以是老祖牵引你 借由姐姐的姻缘 牵引你进到中门来学习 是 唯心圣教是一个消灾化解的法门 所以你刚开始进到唯心圣教 就体验到王禅老祖 他消灾化解的天威功德 对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庆幸 有这样的因缘 对 是 一经风水有大妙用 师父开始我们要常常用意 来解决人生的问题 来趋吉避凶 我相信逸婷一定有很多的感触 跟很多正道的经验 我想请你分享 还有哪些正道的经验呢 应该说我等于是加入中门之后 我每年的两大法会 等于是阿弥陀佛法会 跟326水陆大法会 我都会参与 然后直到去年 我就鼓励娘家的人 娘家的人来报名法会 然后我请他们说 你们起码要公设祖先联位 还有冤亲再祖联位 然后他们就也照办了 然后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就是水陆法会之后的半年 也就是现在 就是去年到现在 农历年前 然后我们家就发生了两件好事 然后第一个是 我在国营事业上班的哥哥 然后就回报我们说 他升官了 等于是说 在国营单位要升官 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他等于是 升为高阶主管 这样子 我们就全家都很欣喜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哥哥 有另外一个哥哥 他是在大陆 就是开设工厂 可能十几年了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当然生意可能就受影响 然后可是在年前 他就回报我们说 他今年不能回台湾了 因为他接到一个 他开设工厂以来 最大的订单 然后我们就替他很高兴 感觉就是 觉得是雪中送炭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还蛮庆幸的 那也许有人说 这是刚好巧合 然后可是我觉得 我宁愿相信这是老祖的天威 还有法会书胜的功德力 对 这是我觉得 最近我感受到的 就是我们中门庙法的一个 最大的感应的地方 是 我们师父开示 我们的水路法会 就相当于道教的罗天大教 这个七天七夜 或者八天七夜的 这个法会的功德 是很殊胜的 我们很多同修的都得到印证 议庭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印证 对 希望这种巧合 能够常常发生 对 这种好事的巧合 对 我想这 这不是巧合 这个是 我们的祖先得到法喜 法义之后 给我们的回报 那也是老祖的天威功德 给我们的回报 因为我们努力诵经 认真的 消灾化节的祈福 这些法会 我们都很认真的在执行 在修行 这是给我们最好的回报 对 真的是 感谢老祖 也感谢师父 给我们这样一个 有参与这种 就是等于是体悟这种 妙法的一个平台 真的很感谢 是 对 我们吴奕廷贤士 是我们第一届 应用疫经研究所的研究生 在这里 我想要先请教 奕廷 是什么样的因缘 什么样的动机 让你来报考这个研究所 应该说 初期得到这个消息 是从我们法师 原堂法师那边得到的 然后他当然也很鼓励我来 就是能够来报考 然后一方面是工作的转换 因为公司刚好搬家了 然后我觉得刚好有这个因缘 然后时间就是这样子的巧合 就想说好吧 那就来试试看 那当然报考的动机方面 我觉得 第一个想要开眼界 因为我觉得在中门这个法师 每一个法师 没有十年 二十年这种功力 好像没办法身为法师 感觉是十年 或二十年 某一件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 如果能够在他们身上 学到一些 他们身上的那种 日月精华的那种累积 我觉得也是还蛮幸运的 这样子 这是我的那个动机之一 那第二个动机 我觉得应该是说时间不等人 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有一点年纪了 然后我今天还看到 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 他说岁月不饶人 首先不饶恕女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像要把握时间 然后因为今年不做 明年再做 感觉就是时间 时机可能过了 就不在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是 有点虚荣心 因为这是应该说 维新圣教学院 是五千年来第一所 应用就是益金大学 然后如果能成为 第一届的研究生 我觉得还蛮光荣的 这是一点点虚荣性 对 这是我的动机 谢谢 我们应用益金研究所呢 在毕业之后 教育部会颁发 这个益金学的硕士学位 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你的这个 也不算虚荣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视野跟愿景 是非常好的 谢谢 对 当然考上了 就是要去做一些 就是除了感谢师父老主 然后也感谢 就是成就这一切的人 所以我觉得进来之后 就是要为 就是要不要辜负一些人的美意 就是自己要能够努力 就是简单就是努力 对 是 很好 我们的吴逸廷研究生 是来自于基隆道场 从基隆道场来到南投市的八卦山 八卦圣城 维新圣教学院 你一定觉得 学院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首先就是风景的部分 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应该说来这边觉得 环境好 风景佳 然后当然气场也是很旺盛 然后我觉得 老主的精神在这里 感觉有那种 稳定军心的力量 然后不只稳定学院这边 然后也稳定整个台湾 我觉得感觉就是一个力量 觉得这是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 然后再来 我觉得这些 等于是说学院的一些建筑 当然都是经过风水的 那个巧妙安排 都是师傅的那种心血结晶 都有他的深意 我觉得如果大家 因为很多法师 也会介绍这里的一些 风水布局 然后我觉得这是 还很难能可贵的一个地方 然后加上我觉得 九龙碧 我觉得这是一个 巧夺天宫的一个建筑 我觉得我只能 只能觉得是叹为观止 然后当我知道 这也是好像是 原型主任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 哇 这是挤很多人的心血结晶 完成的 我觉得真的只能说赞叹 是 我们录影的当下是 2022年的2月 这些研究生在这里学习 已经过了一个学期 已经修了一个学期的课了 即将进入第二个学期的课程 再经过这个学期的课程 我想知道 一婷 你修了几门课 多少学分 OK 我总共修了七门课 十六个学分 十五个学分 是 七门课很多 是 负担应该不小 一到六都有课 所以真的是每天都很拼 是 对 很精实的日子 是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每一门课 它的特色 还有你的心得 OK 等于是说 我进了学院之后 我觉得感受最大不同 应该是 从我最有感觉的 一门课来开始讲了 就是我选修了 原尊法师的 那个《易经心法》专题 那在我进学院之前 我知道的《易经》 应该是说 所谓的五行的 那个 深刻冲合这样子 然后到了 选修正门课之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易经》是立体的 有错综复杂的元素在里面 那老师一直强调说 一个挂 就是不止一个 就是一个挂 呈现多种的像 应该说一个像 一个挂呈现多种的像 然后只要逻辑解释得通 然后配合当下的时间 空间都可以解释 都是合理的 对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说 他学《易经》不要怕别人学 因为他就是因为教学相长 在教别人的过程中 然后你就会发现 就会那个深度 广度就会出来 然后如果 就是你要把你的心量打开 当你把心量打开的时候 你的智慧会更纯粹 会更follow这样子 然后也就是老主跟上天给你的那个无形中的加持 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真的是不要怕别人学 你会的 你把你知道的告诉别人 然后你无形中立他 然后你自己也会自立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话还蛮 让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因为照我来讲 他已经都是三十年功力的人了 然后还会有这种的感触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得了 对 然后再来他是说 他还有提到 他说学术跟应用易经要体用兼备 然后这样才能说服别人 也才能跟别人沟通 然后我觉得这是 他认为这是我们努力的空间 我觉得这也还蛮不错的 然后他最后提到 他说师父常勉励他 就是要 就是五五五走 然后老主绝对不会亏赖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等于是说师父勉励了 那个法师 我觉得这句话同时也勉励了我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 难免会计较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傻傻的 你就去做就对了 不要去计较后面的结果 那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 类似可以说是座右鸣 对 然后我觉得还蛮受用的 然后 我们原尊法师跟随师父三十几年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师父的教导 原尊法师身上有师父的影子 往往走老实地做 然后很无私地传法 师父也是很无私地把一切的妙法都交给我们 是 交给我们这些法师 是 对 还有另外门课就是 维新圣教的法脉教义 然后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中门的 等于是法脉的传承 跟内涵 就是交易的内涵是什么 那我觉得要先了解自己 才能够从中 然后让自己的中门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另外在课程方面 我觉得像我连世风水学的奥秘 我选修了就是原通法师的课 然后他的课程 他会在课程上一直强调风水的基本概念 比如说风水是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 然后什么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我觉得这些话都像那个slogan一样 然后我觉得就生硬在脑海 因为我觉得他是很细心的老师 他很怕我们在基础方面 不够扎实 所以他都会一直 课堂上都会一直强调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基础 还是没有很稳固的情况之下 很需要做这样的功夫 然后再来就是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当然是 对我们讲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是零基础 我们没有读过任何的 就是有的同学已经有进过研究所 但是我们没有 等于是从零开始 那我觉得就是之前有个老师 曾经来等于来做一个演讲 然后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是说 是just right 就是每天写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很受用 因为对我们这种没有基础的 就是你每天就要训练自己 强迫自己做一些写作的功夫 哪怕是两百个字或三百个字 我觉得这是都很好的训练 对 这是很棒的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英文 对 英文当然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罩门 那我觉得英文老师很细心 他很等于是有点类似我们小型的家教班了 他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练习发音 然后很有耐心地叫我们去录音 然后矫正我们自己的发音 我觉得这是老师很细心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虽然是他可能觉得 有人就是说他没有学分 可能不太重要 但是我觉得经过就是一个学期的这样的洗礼 我觉得大家对英文都稍微有点自信了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对 是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课程是很多元 各方面但是也很有整体性的 是 比较有 我想对大家比较有挑战的是英文 但是这对于未来我们法门要国际化 要国际传法是很有帮助的 应该是很有帮助 是 对 还有一门原生法师的工厂风水学 这门课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去户外实习 等于是说我们去一个完全都还没有 等于是set的状况之下 然后法师要我们 就是假设我们以一个老师的角度 要怎么去帮他设计大门的位置 厨房的位置 还有柜台的位置 还有厕所的位置 等于是说从无到有 照我们做一份完整的那个方案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亲自去体会 从做中来了解自己的不足 或者是可以增进说自己做过一遍 然后就更熟悉这个整个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作业 对 老师有出这样的一个作业给我们 我们的议题显示 很认真修了很多课 那在学院修课学习 你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呢 其实我在前几天 师父在等于是老祖天坛安坐的时候 师父在之后他讲了一段话 让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师父呢他首先感谢诸佛菩萨 他感谢师母 感谢他的儿女 还有感谢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那我觉得这四十年来 我觉得师父好像从来都不忘记初心 就是初发心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还蛮感动的 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秉持这样 不要忘记当初入中门的初发心 不要忘记到研究所就读的初发心 我希望能够这样子把那个心 在我觉得很困惑的时候 我希望我永远记住我当初的这个心情 这样子然后我希望自己之后能够往范贝的这方面走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太喜欢了 因为曾经有个师姐就是范贝的讲师 她曾经跟我说 亦婷你的木语敲得很好 当初我以为她只是个就是客套的赞美支持 然后后来在天宫就前几天的天宫 我们道场也做了一个就是祝寿的那个法会 然后我自己就静下心来 我就是认真的敲 然后我发现原来当法音跟牧鱼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美妙的感觉 我就觉得就只能感觉就是一种法喜的感觉 我自己才知道说原来所谓木鱼敲得好 就是那种令人欢喜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我有机会也能够往范贝这方面走 我觉得还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这一块是我很向往的 希望有机会 是 宗教法仪的部分让你觉得很有感应 是 最后我想请教一婷 对于未来将要进来维新圣教应用意经研究所的学弟妹 有什么勉励的话吗 师父常说学意经就是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而帮助他人 如果你心动了 不要担心你的年纪 只要你想 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 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学弟妹 谢谢 是 太好了 谢谢逸婷 谢谢 阿明陀佛 阿明陀佛 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意经研究所 是研究维新圣教三宝 意经 风水和宗教的学术机构 在这当中 实践和应用是最重要的主轴 我们鼓励更多贤士同修前来报考 进入应用意经研究所 增广建文 更提升学术研究能力 我们今天很谢谢吴逸婷研究生 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 谢谢逸婷 谢谢 谢谢主任 谢谢 我们也祝电视机前的闲事同修 平安 健康 幸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天昏顿梦是相处 彼生丘远离台废 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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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